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媳妇采访一下你们 嗯 说 他们都说海拓山谷一晚上600 贵 你觉得贵不贵 如果只是停车就是加水加电 那这600肯定是贵 你慎重点说容易挨揍啊 挨揍我也是慎重说 那你给大家说说它不贵在哪 正好你这体验两次了吧 尤其这次感觉特别好 因为这次季节来的特别好 像北京三十二三度 然后跟上大天似的 这里边蓝天白云清风 然后给大家看看 有的时候还有雾 反正特别舒服 这是我觉得环境吧 是一方面 当然了环境好的地方 也不见得说因为费已经很贵 关键是这么好的环境 你能享受什么东西 我就说说我这几天都享受什么了 首先呢就是特别难忘的就是早餐 其实咱们房车自己坐 这都很稀重平常了 就有的时候吧 我觉得就是燕窝鱼吃鲍鱼吃多了吧 太野腻 那偶尔呢 你想到他那个早餐 你不吃牛逼那么多 不过只是打个鱼 就是我是说早餐你不用自己做 然后两人到他那去吃早餐 他那个柴鸡蛋煎的柴鸡下的蛋 那个煎的蛋 人家那个蛋号称是比柴鸡蛋还滑 对 反正就是吧 就是有两份早餐 而这个早餐不是说你吃十几块钱的那种 人均我觉得五十块钱吧 还少说了 是吧 这是早餐 对于我来说我喜欢早餐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山顶的咖啡 我觉得那个那是海拔多少 一四七三 一四七三 对一四七三 两个人坐那儿喝喝咖啡 哇 然后望望景也特别好 其实这个都是休闲吧 你咱就不说别的 你说你在市里喝咖啡 你多少钱 是不是 对 还有那个七香茶室 对啊 对 你咱说去私聊去那个茶室 嗯 两人喝茶多少钱 哎 两个人喝英文物单位旁边那个私聊 那个茶室 跟他这个七香茶室还比不了 嗯 两个人消费就没少过两百块钱 对呀 你在这个环境里面喝茶 那能一样吗 嗯 这个是我印象最深的 孩子印象最深的啊 嗯 我们带孩子来嘛 最喜欢的就是那个蒙宠乐园 嗯 蒙宠乐园 它一个有那个有猫有狗的地方 这个是特别好的 那个里面那个部长还会祷告 那个大鸡毛是吧 对对对 嗯 然后呢就是那个有一个能喂小小萌宠吧 就小小山羊这么矮 小猪这么大 他不是说咱农村的猪猪猪猪猪的 嗯 然后孩子和能和他喂喂 还和他玩玩 这些东西都是在你六百块钱之内的 对 你要单算的话啊 比如说蒙宠乐园的门票啊 然后早餐啊 咖啡厅 嗯 然后茶室啊 还有那个那个黄湖小火车 还有那个湖黑天鹅 对 这些东西它都算在里面的话 我觉得六百块钱很值啊 还有它这块有小的商业街 那里边虽然吃果果啊 买东西花钱 但我觉得这也都是配套设施 对就是我觉得它不是个营地 它是一个休闲综合体 哎这个词啊 对 而且就是你咱们开房车来是这样的 它这还有好多那个房车 就是这叫营地方车 嗯 这景非常好 你看咱俩在这溜达一圈 嗯 是不是并不觉得枯燥 咱们经常开房车去营地 那些五十一百两百的营地 它是什么样的 停车位 停车场 能像你说说在这啊 骑个自行车 早上五十六 是吧 骑个平衡车 俩二十六八 能吗 就我觉得 嗯 你别说六百块钱贵 你看六百块钱都包括啥 这跟有钱没钱没关系 真的 但是我媳妇说的有点开啊 我知道它是心里话 呃 我把话往回low一点 我觉得像六百块钱一晚 享受了这么多 它一次是值六百的 但是对于咱们房车旅行的人来说 你比如说 就不爱喝咖啡 我也不爱去喝茶 我也不想享受这种 所谓的配套设施 那你来一次就够了 来一次我觉得体验一下 最少是需要的 对于那些经济条件 我觉得确实很好 人家就想享受这种全放位的户外 你说那些什么旅游综合体哈 享受那种旅游综合体的这种服务 那我觉得真的就是可就是可以来 就是六百块钱总体上你严格意识上说值 但是对于我们目前中国房车的发展来说 确实是贵 就贵和值我觉得是两个概念 对你像这个车 他就来待一天呀 水电加码了 然后顺便有点溜达溜达溜达 人就走了 对呀 那我们就在这待三天 因为孩子喜欢嘛 是吧 那每家情况不一样 每个人他爱好也不一样 就跟车似的 那他喜欢叫车 你就喜欢越野 是吧 然后我知道肯定还会有人 喜欢就值 就这句话 喜欢就值 肯定还会有人说 老爸你来了说不花钱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所以你才来 我告诉你们想多了 真金白银 就这四个字 因为咱也不隐瞒大家 我拍视频也赚钱 所以我到一个好的房车营地 我拍一个视频 我的营地费真的就出来了 今天这个视频没别的意思 就是从我们夫妻俩的角度 跟大家说一下 北京周边海多山谷确实值得来 因为不用说别的 温度就差十度 这种自然资源你是 你花钱不见得买得到 是 阿宝今天五岁岁的课就好 不用开空调 自然风 行不能再说 再说就容易挨揍了 行 那我们不就分享吗 别当时人家 不差六百块钱的人 人家觉得你看你不说 这话我早来了 行好嘞拜拜 我们一起房车游遍中国